同學在問這個 就是怎麼把影片放到專案裡面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裡 我如果 假設我要這段影片 你只要把YouTube網址把它複製起來 到這裡 到我們的Cloud Animation 那 在Cloud Animation裡面他目前 就是只支援YouTube 所以你只要把YouTube網址進去 就載入 這樣有沒有就看到了 對下面就看到那 那你先看一下 他在這邊你要選擇一下 因為我們的 一個時代最長是30秒 那我目前這一個 預設的這個時代是15秒鐘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他是有開始結束15秒 好那你就可以從這邊 先看一下 假設你想要你的影片 這個時代的影片 時間變長 請你找這個藍色的 有沒有上面這個藍色往後拉 這樣清楚了 但最長就是到30而已 好OK 那知道這邊之後我現在跑到右手邊來 因為呢這段影片 你可以分段 比如說我只要中間這一段就好了 5秒鐘 好這樣子 差不多這幾秒 那音量你可以自己選擇 音量可以自己選擇 如果沒有問題OK的你就按套用 67秒 我用到3分鐘 所以我再 過來過來 過來一點 好這樣7秒鐘可以 套用一下 有沒有進來了 對不對 好 現在呢 點到他 那 我們就自行 縮小一下 OK 所以你要什麼時間進來 你就拉動 好比如說你要這個動畫完了 你才出現他 那你就回到這邊 當然你要看整段的 我們還是預覽一下 我剛剛那邊停掉 那你就來這邊看一下 剛剛他有勾一個選項是跟背景的音樂 所以有沒有發現我們現在背景音樂自動調低了 有沒有聲音就回來了 這樣了解了 所以其實他蠻貼心的 因為 常常我們在剪接影片的時候 就會有不小心 背景音樂還在繼續播的情形 你就在這邊不用那麼 傷腦心 來 翻給你囉